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开心在主日的晚上 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聚集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的来亲近他 一起来享受这样子安息的时间 我们就邀请各位 我们先一起从座位上站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不论大家从哪里来 不论大家现在处在哪里 或许有线上的 在家里 或是可能你还在车上 可能还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用聆听的方式 或许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管在哪里 但当我们呼喊神的名 当我们欢迎神的到来 我们就已经在点钟了 我们邀请各位 我们就先花一些时间 就安静我们的心 把我们一整天 或是一整个礼拜 或是一整年 我们的劳苦重担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把一切的重担带到祂面前 因为神说凡劳苦 但重担的 可以到祂这里来 祂要使我们的安息 我们就一起 一起开口围着自己 给我们一猛 delayed 祢要用你的意味 祢后祢 祢要员 祢要员 祢担有祢 祢要员 祢們 祢要员 祢寶 crystal 祢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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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来供员 祢 祢能员 祢要员 祢要员 看看祢 祢我们员 祢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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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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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谢谢你 或许我们曾经软弱跌倒 或许我们曾经转离背向你 有或许我们现在 正在与你有很多的拉扯 我们正在很多的挣扎当中 但是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来向你感谢 我们要称切进入你的门 我们要感谢进入你的愿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就让我们一起开口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来欢呼 来歌唱 因为耶和华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 因为耶和华配得我们最大的赞美 我们就一起来欢呼 来庆贺 然后我们一起拍手 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的身体 用我们的肢体 各样的方式来赞美他 我天下能像耶和华歌欢呼 我天下能像耶和华歌欢呼 你们当了一世风也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也四处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是他操场的羊 当陈仙 进入他的门 当赞飞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圣送他的命 因为耶和华分为山 他的慈爱转到永远 他的喜事直到晚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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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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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 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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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祂造耶稣是祂的 我们是祂的名 是祂操长的呀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缘 当感谢祂 称颂祂的名 因为耶和华奔为善 祂的慈爱直到永远 祂的心事直到晚安 祝天下当向耶和华 你们当了一世风也和华 当来向祂歌唱 当来向祂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祂造耶稣是祂的 我们是祂的名 是祂操长的呀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缘 当感谢祂称额 称颂祂的名 因为耶和华奔为善 因为耶和华奔为善 祂的慈爱直到永远 祂的心事直到晚安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缘 当日圆起来 当年写牌 祂的心事直到晚安 因为耶和华奔为善 他的慈爱直到永远 他的心事直到晚安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成仙进入祂的门 当成仙进入祂的缘 他感谢他 伸颂他的命 因为夜晚花奔为山 他的慈爱尊到永远 他的习世直到完蛋 当沉血进入他的门 当在内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伸颂他的命 因为夜晚花奔为山 他的慈爱尊到永远 他的心事直到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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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沉血进入他的门 当沉血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伸颂他的命 因为夜晚花奔为山 他的慈爱尊到永远 他的心事直到完蛋 当沉血进入他的门 当沉血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伸颂他的心事直到完蛋 doesn't receive Hugh 当沉血进入他的患 当沉 vale尊 twelve 他的眼 ğa从神里 祈祷 盛受祂的命 因为夜后花风为山 祂的自来争到永远 祂的心事直到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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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祂的荣誉完蛋 归给祂 哈利路亚 祂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好不好 让我们接下来 拍手一起来赞美祂 主 我跟随祢的每一瞬间 经历过的时刻失败 求主耶稣使我明白这明天 那彩虹就是天国的盼望 见证出不眠的应许 说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抱着心动的心 大声呼喊起来 让我们尝诱爆发的喜乐 和感恩的歌 天空开始呼喊 大地也要跳舞 一切美照舞要散飞 我们诸会大作为 让我们一喜乐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 让我们单单来跟随我们的神 Amen吗 Amen 我们一起来宣告 主 我跟随祢的每一瞬间 经历过的深刻失败 求主耶稣使我明白这明天 那彩虹就是天国的盼望 见证出不眠的应许 说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保着心动的心 保着心动的心 尝诺呼喊起来 让我们唱出爆发的喜乐 和感恩的歌 尝诺呼喊起来 让我们唱出爆发的喜乐 和感恩的歌 尝诺呼喊起来 天空开始呼喊起来 天空开始呼喊 天空开始呼喊 大地也要跳舞 一切被造物要赞 当我们唱出爆发的喜乐 祿听下风 我们要ela 让我们喜乐 我们歌唱 明主又在这里 自从开出 直到永远 主与我们同在 抱着激动的心 大声呼喊起来 让我们唱出爆发的喜乐 和感恨的歌 天光开始呼喊 他的严肖跳舞 一切飞走舞要赞美我们 主为他作为 抱着激动的心 大声呼喊起来 让我们唱出爆发的喜乐 和感恨的歌 天光开始呼喊 大地也要跳舞 一切飞走舞要赞美我们 主为他作为 喜乐的来 敬拜 我们喜乐 我们歌唱 明主就在这里 自从开出 直到永远 主与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喜乐 我们喜乐 我们歌唱 明主就在这里 自从开出 直到永远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喜乐 我们喜乐 我们歌唱 明主就在这里 自从开出 直到永远 自从开出 直到永远 主与我们同在 一切开手赞美汤 将我们的喜乐开手拍出来 把我们的信心拍出来 神是那位拯救我们的天国 Amen Amen Hallelujah 将写荣耀完成归给你 Hallelujah 你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让我们更多的回船归向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的孩子已力气我 转身背向我 尽管如此我给的爱 从不会离开爱 因此我将付出所有 为的孩子起初的爱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跌到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我们一起来唱 我的孩子已立起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 尽管如此我给的爱 从不会离开爱 因此我将付出所有 为的孩子起初的爱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跌到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跌到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回转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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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回转阿爸 愿意立起我 沿着悲响我 尽管如此我给的爱 从不会离开 因此我将付出所有 为了孩子 祈祝的爱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从难解到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跌到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让人设计无害 当我们能向爱 世界就能明白 他的爱永远都不会失败 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让人设计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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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能向爱 世界就能明白 世界就能明白 他的爱永远都不会失败 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让人设计无害 让我们能向爱 当我们能向爱 世界就能明白 他的爱永远都不会失败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他把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挥转祂保护 纵然跌倒失败 祂的爱一次都在 纵然 纵然跌倒失败 祂的爱一次都在 纵然跌倒失败 祂的爱一次都在 我们现在说高中权力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荣耀的主 我愿意爱 天要长海 恩高清道下来 神多独的荣耀掌浅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荣耀的主 我愿意爱 神灵引领 看见心理想 你要做心理事 在我们中间 全地都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荣耀的主 我愿意爱 我愿意爱 天要长海 恩高清道下来 神多独的荣耀掌浅 全地都要渴望 不汉荣耀的主 我愿意爱 神灵引领 神灵引领 看见心理想 你要做心理事 在我们中间 神灵引领 神灵引领 看见心理想 你要做心理想 你要做心理事 在我们中间 神灵引领 看见心理想 看见心理想 你要做心理事 在我们中间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天要敞开 恩高尽道下来 胜过度的荣耀呈现 全地都要渴望 武汉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灵引领 看见心底一笑 你要做心底事 在我们中间 神主我们愿你来 我们愿你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交给你 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更新变化我们 主啊我们宣告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主啊我们的心是新的 主啊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 我们是心而有形的 主啊 主啊求你将你启示的灵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看见你 让我们看见你的光 让我们看见你的灵 怎么样引导我们的每一天 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摆上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看我们的心 主啊这是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心灵 是我们的诚实 主啊我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就是用那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 主啊求你看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啊求你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大大的充满我们 主啊因为你应许当我们大大张口 你就给我们大大充满了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说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涌流 主啊愿你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来涌流 你的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涌流 主啊是活水 是活水 是新鲜的活水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愿意接受你圣灵的引导 我们不仅仅是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仅仅是每一天将自己交给你而已 主啊我们更愿意成为被圣灵充满的 我们更愿意领受你圣灵的带领 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 指教我们 指教我们当如何行 指教我们当如何说 主啊让我们口说恩言 让我们心常常被圣灵所盖 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带领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走在你的意向里 让我们建立祭坛 让我们成为Ecclesia 就是属神的金兵 哈雷路亚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哈雷路亚 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仪式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民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拍摄将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这边大家平安 看你们的脸好像还是很快乐 你可以把小一点 把生意小一点 OK 好 我最近一直发现到 我好像花费了几十年 然后做了工作 不是主的工作 是我自己的工作 哇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我到神学区教师的时候 这些老师还有学生听到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发现到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而且不敢相信 慢慢走就会越看清楚 当你有在仰望神的时候 你越走跟耶稣越近 你就会看得越清楚 就像你一个跟爱人走路走到越走越近 然后越来越怎样 越清楚这样 不是因为清楚而分开 是因为清楚而更亲近 大部分人都会清楚而怎样 分开 很可怕 我最近一直祷告神说 神来让我真的看清楚 这些精英是怎么训练的 那到底你怎么在跟你的门徒在一起 那怎么短短的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训练出一批改变世界的精英 我自己被训练这么久 改变的人是这么少 我常常会为这种事来做悔改 所以兄姊妹 我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提出一个 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也是对目前的人文主义的神学 的一种挑战 我一直感受到 台湾没有受过神学教育的人 做教会把教会做得那么大 受过神学教育的人都做不大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奇怪 我在想这个问题 对 我在想这个 像台湾的旌旗教会 杨希儒的教会 像台北周神柱的教会 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神学信念的人 他们能够把教会做那么大 我最近在读疾风内我的时候 也发现到那个 牧者是没有受过神学教育的 你听懂吗 那我不是否认神学教育 是怎样的把那个Logos 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讲这个问题 讲这个问题 怎样把Logos和 变成Rema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Rema你得到提示之后 你知道吗 怎么做 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 这个是神的话 这是神在跟你说话 有没有不一样 那神跟你说话之后 你到底怎么做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到我们好像偏离了 耶稣天国的主题很遥远 偏离了耶稣 偏离了太遥远 我们还是活在一个 另外一个阶段 叫做约翰的阶段 活在一个约翰的阶段 施洗约翰 你知道吗 施洗约翰 我们的教会还停留在 这个施洗约翰的阶段 我等一下细数以后 你才可以就会知道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昨天中午 上个礼拜 礼拜完了以后 我就挑战一个弟兄 他留着福祉 你这里也留着福祉 很帅 我就请他说 礼拜六中午 你可以来跟我吃个中餐吗 我在做一个那个 使徒行算里面的 要有亲密的关系 要围绕祖宗 然后为祂祷告 我再说一次 你看我在读使徒行算的时候 使徒行算是说 有三千个当天受洗 然后他们这些人都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他们有 有 communication 就是他们互相有亲密的关系 可以share 而且围绕祖宗 为他们祷告 神机奇事就发生了 那我 这个礼拜就挑战那个弟兄 来跟我吃饭 礼拜六 我请他 说你要请他太太来 请他太太来 他说好 结果他没有带太太来 所以带了一个带领他来信主的 一个姊妹来 也不错 我两个人身高都看起来都很猛 都一百到八十几这样 一百八十几 然后我在谈话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弟兄 他在卖房子 最近都卖得不好 最近这个地产不是很好 所以要开始要回去卖咖啡 这是一件事 第一件事我才知道这个弟兄 从来没有提及过他的爸爸妈妈 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 没有看过他爸爸妈妈 哇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说你是谁养大的 他就跟我说他是阿嬷 跟他养父养母养大的 养母就是他的姑姑 养父就是他的姑丈这样 把他养大 他们都很爱他 我就 他在谈话当中 我们谈到探走玛利 他说他的养父养母 跟探走玛利非常好 要跟他非常好的就是 他说财务要很自由 你知道吗 财务要很自由 他说对 他的养父养母财务很自由 阿嬷两个月过 两个月前过世了 他得到自由 阿嬷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养父养母并没有 给他拿了一点 那个财产都没有 全部都给他 他开始感受到那种 很需要被爱 每次来到教会他都怎样 被爱的感觉 每次来到教会 所以我昨天 做跟他做一个 这种叫做围绕祖宗 有亲密的关系 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然后我就 他就跟我说 我没有跟他讲 他自己亲自跟我讲 洗礼一定要 一定要让他自己跟你讲 你不要一直说 你不要洗礼 你不要洗礼不行 我们常常会强迫人家洗礼 是错误的 你知道吗 有一天到天堂 神都会找你算账 这一件人不愿意 你强迫他 你知道吗 你有那个强迫行为 这位弟兄就跟我说他要受洗 今天要受洗 我都搞不清楚今天要受洗 所以早上我就问了一说 人一啊 有一个弟兄今天要受洗 他说我不知道 怎么今天要受洗 只有一个 忽然跑出 为什么跑出那么多个 你 你有跟我讲吗 没有 你有跟他讲吗 也没有 想 结果他们自己也演绎 那两个人我都不知道 大家都 现在都是很年轻的 很英俊的人 你知道吗 对对对 要记得一点 人也上 早上讲得很好 领袖不是未来是什么 是现代 你怎么样让他现代 洗礼之后就成为主的门徒 就成为领袖 成为精英 哇 这个是你的责任 你要学习这个 你不能只在台上跳舞 也不能只会卖房地产 你要开始学会带什么 带精英 他真的很厉害 能够把那种不可能的人 带到神的面前成为可能 OK 好了 那我回头来讲这个问题 你看到施洗耶翰的时候 是耶稣的表兄 有没有 大他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那么 耶翰的妈妈叫做伊丽撒白 耶稣的妈妈叫什么 玛利亚 伊丽撒白见到玛利亚的时候 他的 他就被充满 你看我来注意 你看 一个神所爱的女儿叫做玛利亚 然后他的这个亲戚 伊丽撒白看见他的时候 他就被充满 他的孩子在度会怎样 也被充满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看到说 我是一个神所充满所爱的人 人家看到我的时候 就被充满 然后看到我 就很爱我 你知道吗 看到我的时候 你看到我的时候会爱我吗 然后呢 又可以看到 他有没有在 耶稣的儿传悔改的心 他在耶稣的儿传的是天国进了 他也讲的一个 他讲天国进了 天国进了 天国进了 你没当悔改 对不对 你没当悔改 可是呢 耶翰传这个 耶稣有一天来到 要让他洗礼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预言 预言将来有一个人 是用圣灵跟火 圣灵跟火 然后来为人施洗 他只是用水施洗 有没有 而且耶稣福音书是这样记载 耶稣福音书是这样记载说 耶稣是为光做见证 他本身不是光 他本身不是光 你知道 尽管耶稣要来让他受洗的时候 耶稣说我连跟你提携都不配 但是耶稣说 耶稣说要进诸般的义 两个人都有没有很客套跟很谦卑 经常说我给你拿鞋子就不配了 你还叫我给你洗礼 另外一个是说要进诸般的义 我觉得这种谦卑 实在是很难很难学习的一个东西 谦卑是很难学习的东西 结果耶稣受洗的时候 耶稣受洗的时候 耶稣受洗的时候 这个情况我感觉到就是惊讶 因为受洗的时候天打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而且你知道天父跟他说什么 你是我所爱的 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来 圣灵降临 他洗礼的时候 他本身 本身 约翰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 并没有圣灵 但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印着谦卑 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像鸽子鸩降临在他身上 而且对他说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来 那再来 再来 那他开始耶稣的生命 跟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一直有圣灵的带领 他一直 圣经没有写说圣灵带领他 他们做的工作都是一样 天国建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很 这个 这个人很喜欢批判犀利 很喜欢 所以犀利就把他下到肩里面去 他 没有 他没有 但是 但是 你可以 又可以看到一点 看到一点 这个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地方 他在传悔改的信息 叫圣灵要悔改 他会不会悔改 我又跟你说 这个不会悔改的人 你叫我怎么悔改 他就永远不会悔改 你听懂吗 我常常 我最近听到很多牧师 我在骂我 我最近骂我 我骂得很快乐 你知道 我在 我在一个地方在传福音 在训练者 他们也说 没有信价 那我可能有信价 我们的牧师 其实不相信神经 林牧师我告诉你 神经已经停了 我说真人秀 他去做什么团灯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能这样讲 你知道 没有 我们怎么信 就照你的路走吧 你知道 因为你的路就是没有神经 但是你也因着神爱你 你可以建造一个天国的教会 但是这不是复合耶稣所要的情况 当耶稣在被圣灵充满之后 被圣灵降临浇灌之后 他就被圣灵带你到旷野 有没有 到旷野去进食四十天 然后圣灵又充满他 天使来伺候他 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一直讲圣灵 有没有一直讲圣灵这个问题 一直讲圣灵 再来你知道圣灵也有多谦卑吗 他说他不是光使是为光做什么 做见证 再来呢 你如果读耶稣福音书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个奇妙事就会发生 就是本来是耶稣的门徒 我读给各位听 你看一下耶稣福音书 我读给各位听 原来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真的是非常可恶天国 这些人就是彼得 我读给各位听 来 我就发现到彼得 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 每个人起始都非常的可恶天国的象灵 是这样写的 这是这样写的 圣经这样写的 他说耶稣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上帝的高养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反称为在我以前的 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以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用水施洗 为了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耶稣又作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 降临在他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猜我来的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用圣灵施洗 你看看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用圣灵施洗 再来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他有没有看见他是上帝的儿子 有没有 再来喔 来你看看喔 他一直为耶稣做见证 来现在你看看 有什么人要为我做见证 大家也看着我就没有 牧师 没有一个谦卑的为别人做见证 你知道吗 我再说一次喔 每次我在 人家跟我讲哪个牧师好不好 我都说得很好 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有个西楼教会来吗 对不对 有人就一直注意那个西楼教会 那个牧师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 好像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敬拜 他说他哪里都没有参与哪里的敬拜 我说你不要说这样 他就是习惯借礼就好了 他人借礼那里已经很厉害了 是不是这样 他说那些牧师都借不了 我说他就没有习惯 你们这些人跳得了解嘛 他们觉得这是国务团 你就看这样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知道 你不要去一直责备 我一直想说我们怎么样去 为别人做好的解释 而不是做坏的解释 今天的基督最可怕的是 每天都在做最不好的解释 你知道喔 我期待着我们做一个基督 你是神的儿女 每一件事都要 从对方的角度去想 不要从我自己角度去想 约翰有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想 有没有 他一直为耶稣在想 你知道 为耶稣在想 再来喔 你知道 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看见耶稣行走 就说看啊 这是上帝的羔羊 这是上帝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他 两个门徒呢 门徒就跟从了他 耶稣转身过来 看见两个门徒跟着他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拉比在哪里住 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究竟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就与他怎样同住 原来耶稣跟门徒 是常常住在一起的 哪敢 耶稣听天真话的时候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勒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勒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我们遇见了什么 弥赛亚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见他说 你是耶汉的儿子西门 你要成为基法 那天耶稣就跟他改名字了 改名字蛮有趣的 那个我们家不是一个叫做阿瓦娜吗 他不是叫做什么英树 改了名字之后叫阿瓦娜以后 他就比较聪明有智慧有智慈 有没有 你们发现到把门徒带来看耶稣 然后把门徒送给耶稣 有没有 因为他知道耶稣有什么 有圣灵跟佛 他有能力他有权柄 再来喔再来 你再看看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喜欢制造纷争 我告诉各位 你一定开始想说 怎么这个世界上 这么喜欢制造纷争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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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约翰第三章 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的地方 二十二节 这个是以后耶稣和门徒 到了犹太地 在那里 击住施洗 耶稣是靠近 沙能的哀论也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耶稣还没有下在间里 耶稣的门徒 和一个犹太人 辩论洁净的礼貌 辩论洁净的 辩论洁净的礼 就在见耶稣说 拉比 你看听一下 拉比 从前同理在耶诞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 现在施洗 现在也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你看看 有你陷动吗 有没有在闪动 人跟人之间这种纷争 你经常在陷动人跟人 纷争的人有没有 有没有很多人 教会有没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事 险当险塞 你知道吗 对吧 险这不好险这不好 旁观者都说 每次旁观者 都是教会最大的困惑者 有很多人在教会 都是闪动那种 不需要的言语 培评这些培评 同工们 你听到这种话 要马上制止他 你知道吗 你不要听以后 就说 大家都在说 要怎样 不然说他要怎样 没有 说战胜怎样 说战胜怎样 要怎样 那不是 对不对 你要不要跟他竞争害怕 你知道吗 你如果说 要把竞争 叫他一下女朋友让出来 那是好吗 还是要订一个 对 我就觉得这个教会 怎么会把天国变成的地狱 变成阴间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天堂 我们在建造天国 很多人就把它变成什么 阴间 而且我们在传播阴间的能力 你看一看 约翰有没有厉害 约翰有没有厉害 若不是上天所示的 人就得不到 人就怎样 就不能得到什么 你说 那是上天做的人 没办法 你知道吗 有一次 我在做一个事工 我在为人家祷告 有一个牧师在旁边 拿着摩托盖一直走 你知道吗 那个摄影机 一直走 一个上天就问他 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在抓一个证据 这些都是虚假的 你知道吗 你听到没有 那个长老就跟那个牧师说 你这个人 人家神在工作 你再找人家的问题 这是真实的 有没有可怕 兄姊妹 你每次读经的时候 有没有把Logos Ben Ray 你看到 约翰有没有很谦卑 他有没有 他虽然没有圣灵 但是有没有 一直依靠着神在活着 再来 你可以看到 当他吓到尖之后 因为他喜欢骂 他不骂的话就没有问题 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政治问题 都一个被斩头 一个被定私下 耶稣也是一样的 政治融不下他 法利赛人融不下他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当时候的这些 祭司融不下他 都嫉妒他 圣经说嫉妒他 我听了以后 我就 有一天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心中就宽大了 你知道吗 原来我 我不错 但是很多人嫉妒我 如果没有人嫉妒我 就是我没有存在的价值 你敢听我在说什么 所以有一天 没有人骂你的时候 你的价值已经不在了 你没说哈利云 对 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 一个点子 当 约翰 谢谢约翰 在监的时候 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 你是要来那一个人吗 他明明知道他靠圣灵在 在圣灵在什么 在工作 对不对 但是他还在证明一件事 证明什么 他是到底怎样建造天国 耶稣怎么回答他 你告诉他 死人复活 茄子起来走路 瞎眼都会看见 龙子都会听见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 哇 因为他要的天国就是这样建造的 天国不是我们一直 一直去 说天国进了 每天在那边讲道 然后靠人进来 没有人能够进来 我跟你说 没有这个人 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神迹奇事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这里没有神迹奇事 没有人会进到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如果医院没有医生 只要去医院看病 你听懂吗 我在说 现在医生也是很厉害 我自己才知道 我这些医术真的厉害到我 我会 我真的会感觉到可怕 你知道吗 有时候神没有医师 没有借着祷告医师你 你应该怎样 一定要看医生 如果医生 在看病的时候 一定要破绝地祷告 我最近遇到一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给我学习很多 每天我都在学习 像所有的兄弟姊妹 因着跟你们生活 我就一直学习 你知道吗 一直学习 我曾经讲过一个弟兄 对他癌症 肺癌末期 已经扩散到脑部了 有一天 他的妹妹打电话给我 我们就破绝地跑到柳营 那个齐美医院去为他祷告 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这个弟兄 我发现他睡早了 也很模糊 因为也清楚到脑部了 然后呢 他们也没有病房 我就叫靳虹 那个柳营医院的那个副院长靳虹 我们家的弟兄 跟他弄 巧遍皇后 就问这个姊妹说 你怎么这么爱你的弟弟 他告诉我 他已经14年没有看过他弟弟 为什么 因为他弟弟叛变他 托他很多钱 托他很多客户 不敢来见他 我说你这么样爱他 说钱是一回事 弟弟是一回事 我听到有感动 那个有没有爱 他又来告诉 昨天晚上又来告诉我说 昨天晚上又告诉我说 我说我秋天不能死 他死 我一次做两次又不离开 我说是什么 他说他妈妈很爱 他如果死他妈妈一定会怎么 他死 一次做两个人又不离开 他死不了 他心脏没那么强 昨天就一直跟我说 牧师啊 我的弟弟 他的家人 他弟弟已经放弃他 放弃这个病人 就是不再为他治疗 也不让他再活 可是这个姊妹就说 一定要让他活着 所以 现在24小时的看护神在付钱 他的姐姐在付钱 一颗药 三千七百六十块 一天吃一颗 我听一下 一个月这样下来多少 他说要二十几万 我说 哇 哎哎哎哎哎哎哎 妹妹 你是这样很疼心的 他说 他曾跟他说 他为了他的家庭 为了他的家庭 为了他的家庭 一定要付出 对吗 他跟我说 让我有一天 让我有一天 我也信我牙缩 世界有困难的人 我哪有那么多 我都要帮他 我听到这种人 有没有爱 真的有爱 他就跟我说 医生告诉他说 我这种药很贵 叫他去印度买 我听到这种人 我问你一下 我问你一下 我也要不要祷告 我也要祷告 圣灵的兄弟与我同事 让我能够找到这个药 给他分辨这样 我还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儿 你知道吗 任何困难她都可以为我屠佛 那个人叫做高辛辱 我这一直祷告她 不要再受下去了 这样就好了 因为上个礼拜 他说有回升差不多六两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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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看到Louis Louis倒茶给他喝 有一次Louis不在 那个新主从美国回来 看到他的时候 他说 博叔 怎么飞得这么快 我在笑死了 我在笑死了 我说这个人 这个人比较可爱 他说我爱的都是胖胖的 他就去找 怎么办 那个药从有分成一颗都三千多块 从那个印度买的要 一个月要两三万块 我跟他解释得很清楚 你知道他写什么东西给我吗 感谢主 当我跟他分析完了 他说感谢主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世人 爱人的心有没有很强 天国就是爱 你有没有发现 耶和非常爱耶稣 非常的有爱 而且谦卑的虎虎在他的面前 而且他问耶稣的时候 有没有证实耶稣是个弥赛 来 那么好了 你又可以看到 当耶稣在呼召门徒以前 神就告他 记住这一句告 在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的地方 你看一下 路加福音书第四章 都给各位听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七节 有人把先知以赛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书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他用高 高我 用圣灵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穷人 才我报告 贝鲁德德释放 瞎眼德看见 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报告上帝 耶稣人的 喜年 他来做什么工作 他来做开拓天国的工作 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神的灵高他 神的灵高他 圣灵一定要高他 圣灵一定要充满他 再来 叫我传福音 叫那传给穷人 拆遣被鲁德德释放 瞎眼德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怎样 得到怎样 得到自由 得到自由 所以呢 当约翰来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在做什么 让死人 护活 瞎眼德得以看见 茄子起来 走路 再来呢 龙子可以听见 你知道吗 有福音传给穷人 对现在来讲 癌症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医治 你们有没有 Amen 再来你在看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有个法利赛人 有个法利赛人 在路加十三章的地方 在路加十三章的地方 他开始传福音 所有的法利赛人 政治人物都非常的嫉妒他 因为整个风潮都涌向他 整个风潮都涌向他 注意一下 如果这里天天有神迹奇事会发生 整个风潮会涌向哪里 这里有神迹奇事一直发生 你会发现到 所有台南市的生病 都会涌向哪里 涌向这里 你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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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耶稣说 那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希腊想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那福利 你去告诉那福利 他说希腊是个什么 这个福利 你去告诉那福利 今天明天 我赶鬼治病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他还是说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 医病赶鬼 来喔 再来 你如果读到 马太 你可以读到 马太第四章的时候 当耶稣招了门徒 每次我 看见他招门徒的时候 我都有一些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门徒 他们真的很可恶天国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受洗不是只有说 我完全跪入耶稣 所以你真的很渴慕神 很渴慕天国被建造 在你的周遭整个都是什么 有那个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精神 跟天国的神圣文 你所说的话 就像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恩典的话语 你会不会感受到 每一句话都要说什么 那种恩典的话语 要在你的生命中 要被发现你知道吗 那么我看到 当他们被招的时候 圣经写得非常美 他们就舍了船 背了父亲 他们就舍了船 然后怎样 背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你看这些有没有很可恶神 哇 这是我一直有一个看到 很多人是想做传道 想做一个基督徒 但是基本上 他不是可恶神 不是可恶天国 哇 这个有没有很大的差距 兄姊妹 我一直发现这里是我 我一直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差距 我一直感受到 耶稣来就是在医病赶鬼 你知道吗 我被骂到我不敢医病赶鬼 我从这个职场 然后退下来 我就看见到 哇 今天的教会 整个教会的氛围 不是耶稣的氛围 而是人文主义的氛围 我今天早上在早稿上有讲过 那个英国的国王 他翻译了圣经之后 把整个圣经的翻译 变成他政治宗教 结合的一本圣经 特别 我给一个例子 很特别 教会这两个字 大部分都是用 但是他就是用教会 教会就包含着政治 包含着宗教 他可以控制 就是一个群体 就是精英的群体 教会本来就是一群 精英的群体 我再说下来 我再说下来 当耶稣在 马太福音书第四章的时候 他招门徒之后 与他们同住 是不是一直在一边赶鬼 有没有 你如果读马太第四章 我读给各位听看看 你看一下 他就是做给什么 门徒看 做给门徒看 第四章的地方 我给各位读一下 第四章 马太第四章的地方 你看 好 来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马太第四章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费堂里教训人 传什么 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把这个读大声读下来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费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有没有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OK 再来呢 再来 那里的人把一些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症的 瘫犯的都带来了 耶稣就治好的他们 耶稣就怎样 治好的他们 哇 来喔 有一次 有一个 我一个黑暗老朋友 叫葛明堡 他不晓得要 跑到嘉义中会 有一个教会要去 聘请他 要去医病赶鬼 结果是长老聘请他 牧师没有 不知道 结果他来的时候 那个牧师 就跟他讲说 我们教会不需要你来医病赶鬼 很出名 挡着他 挡着他 又跟他讲说 礼拜天不能医病赶鬼 要休息 耶稣不在休息日 叫一个手骨干的 能够活起来吗 那个牧师挡他 我就觉得说 很多牧师怎么被 受完这个神学教育之后 怎么变成这样的人文 ZAMS就是一直控制教会 照他的想法去 引导这个教会 但是耶稣的想法不是 耶稣就是要做什么 他来就是要 传天国的福音 我再说一次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样的病症 来 你再看看 马太第十章的地方 第十章的地方 耶稣 第十章第一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和能赶着乌鬼毕 医治各样的病症 耶稣给他们什么 权柄 能赶着乌鬼毕 医治各样的病症 哇 你看哦 你信了耶稣 你应该是很渴慕神的 很渴慕天国 对 还有一样 你如果是基督的门徒 你是不是要怎样 耶稣会给你权柄 然后能够赶着乌鬼 然后 并医治各样的什么 你会害怕吗 有一个弟兄 前不久他的弟弟 前不久我在 一个分礼上遇见 他在台东教书 他非常的反对这种怜恩 有一次我们在祷告会 他也来 那天晚上刚好有一个鬼户的 要来祷告 我们大家围着 那个鬼户的要祷告 我就跟那个弟兄 说弟兄啊 你那么反对没有关系 你也在后面 在后面用你的手 来扶持我们一下这样 他说好 他说好还不错 他没有走出去 你知道吗 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 大家开始 压了巴压了巴 他忽然跳起来 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 充满之后给他抖了头脚 你知道吗 起来说刚才什么事 你有用药给我吃吗 这个弟兄啊 这个弟兄 现在在教国小 已经快退休了 我才想到说 哇 听说什么 你是一个神的儿女 对不对 你是基督的门徒 你进到天国里面 你有没有恳慕天国 你有没有见到 跟耶稣一样见到天国 传悔改的福音 你悔改的没有 再来一个问题 传天国 你悔改的没有 再来 再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说 你真的要有权柄 能够做什么 医病 赶鬼 再来 再来 你看一下路加 看一下路加 路加第十章的地方 路加 第十章的地方 这事以后 主要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 两个两个的 在他们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层 各地方去 就对他们说 说的装甲多 做工人少 所以你们 当求装甲的主 打发工人 去收他们的装甲 然后再来 给他们权柄 让他们去做什么 医病 第八节 你无论 无论 进哪一城 人肉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事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上帝国进 还是说什么 他一直在强调什么 医病 你看 耶稣的主题在做什么 有没有 今天的教会 有没有偏离他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 有没有偏离 有没有偏离主题 是偏离的 他是偏离的 真的是偏离太远 太遥远了 这个很遥远 再来 你又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点 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点 这些门徒们 当他们在耶稣死了之后 他们就听从耶稣的吩咐 我觉得这个顺服很重要 他们就在 马可罗祷告十天 对不对 祷告十天 耶稣一直应许他们说 耶稣一直应许他们说 我读给各位听 是不是星传 应许他们说 应许他们说 祝福他们不要离开 耶稣三人 要等候 父守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 我所说过的 耶稣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什么 圣灵的洗 他有没有交代 你们要受什么的洗 圣灵的洗 交代他们要怎样 受圣灵的洗 因为耶稣在离开 这个市场之前 就跟门徒说 我要把圣灵 赐给你们 是保费师 我绝对不会 让你们成为孤儿 祂一定会跟你们同在 不只这样 祂说 我要应许你们 要开始受圣灵的洗 那请问各位 耶稣在当代 在洗礼的时候 有没有圣灵降下来 还没有 这个很奇妙 耶稣在洗的时候 很多人去让祂洗 但是圣灵还没有 完全的降临 在门徒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祂还没有升天 祂还没有死而复活 你知道吗 当祂死而复活之后 祂要吩咐圣灵 从天上降下来 然后充满所有的门徒 所以门徒们 他们记得的时候 说主啊 祢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叫他们传会的时候 他们是从哪里开始传 以色列人 再来 不要进撒玛里亚来的村庄 所以他们一直问着 你复兴以色列国 是在这时候吗 他们一直认为 耶稣只要在 复兴以色列国 但是耶稣跟祂说怎样 护贫着自己权柄 所定的的时候 不是你们满足的 你们可以知道 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里亚之道地极 你揍我的什么 要见证 揍我的见证 结果他们在马 他们在马可托 祷告了十天之后 圣灵有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你可以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恩膏 我再说一次 神的膏 膏了耶稣 这个时候圣灵也膏了祂所有的门徒 当我们在迫切祷告的时候 我们弃除我们内在的罪 然后远离了自我的困境跟问题的时候 你大声的呼喊 圣灵就会大大的充满你 这个充满的时候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体验到那种天上有响声下来 有大风吹过 因为地上的祷告的声音 跟天上的祷告 跟天上的就是一直互相辉应的 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舌头如火焰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而降临在他们的舌头 降临在个人的头上 这个舌头如火焰 就是他们的舌头是新的 他们所说话的开始有钱柄有能力 所以我鼓励各位听众子妹 你年纪越大 你在传道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的 你去善用你的舌头 你的舌头不是要把地义的火点燃的 你的舌头是要点燃那个得胜的语言 就是你的赞美之声 有没有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再来呢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然后按着圣灵手势的口才 收集什么 收集别国的话来 OK 好 在彼得步道的当中 他讲了四个工作 一个是耶稣的工作 第二个是耶稣的死 第三个是耶稣的复活 第四是耶稣的圣天 我把这个讲到 把它省下来 但是所有的人就感谢了杂心 就问彼得说 彼得啊 彼得啊 我们当怎么行 彼得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然后叫你们的罪得到什么 得到赦免 再来呢 就必得着 就必领受首饰的圣灵 来你看看 又是圣灵 有没有 来 当你悔改受洗之后 你必须要领受什么 圣灵 再来 这是应许给你和你的儿女 并一切在眼方的人 就是神 主耶稣召我来的 来你看 我问各位一下 耶稣的时候 祂在洗礼的时候 还没有受圣灵 但是开始门徒的时候 就开始怎样 开始受圣灵 有没有 来 再来 当彼得 当福音在第八年 第七年第八年 已经传到撒玛利亚 灰力传的 灰力传到那里 因为有 灰力到那边 有很多神机 其实跟着他 虔诚的都充满喜乐 来喔 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故事 我笑死了 这个故事一定要告诉各位 你一定会很新鲜 这个是阿贤创作出来的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创作这么笑话 听说说以前都是他祷告的 他说有 今天我们叫一个博士 一个博士 一个化工博士 跟他太太 今天早上就拿了十罐 恩膏油 要我祷告 我说什么事 怎么会买这么多 他说我都笨人 出门子都笨恩膏油 我说哎哟 你哪一本 他说我很有笑 我就没问我去笑一笑 他说 我这祷告之后 这恩膏回去 很有效 我就说哎哟 以前的基督说 阿贤基督的 他没有出我基督 这次看到我出我基督 我这次拿十罐 他说已经买三十罐去送了 可怕吗 已经买三十罐去送了 恩膏也买三十罐 然后我一天再吃日子 他说 牧师傅 那个人 怕你基督的恩膏油 他都买一样 他说有一次 从这些膏子开始 从这些膏子开始 那些膏子 就不吃 不上人 他恩膏油突下去 膏子怎么吃饭 搂起来 那你基督的 那你基督的 你创作出来 你觉得有足处的吗 他说 你要有出名的 如果拔拔 都用拔拔 就好了 变免所在当 他说出名的 我会来偷偷这罐 他们夫妇本来 都抱着一种非常悲观的心情 来到教会 现在他发现这件恩膏的 真有效的时间 他说 他买这三人 这罐 一百块 我 我 我买五十而已 会说七尾 你看 他们这样 隆重买到今天 已经买三十罐 三人 我们都不知道 福音音就传开了 恩膏膏在 这个 这对夫妇的身上 他们借着膏油 连狗都活起来 出名家的拔 拔都在这一地 教会有没有开始要复兴 我 我跟他说 又不好 要来学师傅 你知道师傅是什么人吗 在这 找这些师傅 找那些师傅 那是基督的 我听了以后 我就觉得 教会要复兴了 你绝对不能禁止这种事 你要跟他讲说 继续做 继续送 你知道吗 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 喜乐到不行 你知道真的喜乐到不行 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神迹奇事 让那个地方都很喜乐 彼得就马上跑去看 我跟你说 彼得 彼得马上跑到撒玛利亚去看 发生什么事情 我读给各位听 我都给各位听 第八章 第八章 我都给各位听 使徒在耶路上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上帝的道 就打发彼得耶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要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了耶稣的名受洗 一次使徒按锁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怎样 受了圣灵 受洗之后还要受什么 要受圣灵的洗 来喔 再来喔 再来 当有一次保罗到了以赴守的时候 遇到了耶翰的门徒 他就问耶翰的门徒说 你们受洗的没有 他说受了谁的洗 耶翰的洗 他说有没有受圣灵的洗 没有 保罗再一次 为他们洗礼 让他们受什么 圣灵的洗 来 现在问一个问题 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 很大的事实 这是谁洗 如果这里是一个圣灵的洗 我们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都一直活在这里 整个教会活在耶翰的里面 不是活在耶稣的里面 还有一样 当你领受了圣灵的洗 洗之后你又有没有发现到 你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恩高 你要看见到 你是有权柄 你是有能力 你是有很大的神迹 其实要发生在你身上的 有没有 阿们 年轻人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们是未来台南式的主人 我们都会常常想到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在讲一个故事给各位笑 我去高雄 遇到一个牧师 叫做郑耀中牧师 对 蛮有趣的 他一直搞不透我在做什么 他说 圣灵 如果生意就是这种的 你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 他说你怎么可能会怎样 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吃喝玩乐 有一群同工 一群朋友就是吃喝玩乐 我也发现到 有一次他说他心中很难过 有一个礼拜三的晚上 我祷告会是我主理 我站上去之后就跟所有的同学说 今天晚上先知没有信息 我们祷告结束 我说我沿路就被骂回来 整阶都一直骂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已经在这四十几年 五十几年当中我已经悔改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像 但事实上你要相信说 你就是选手拣选的 在最后一个问题 当你在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祂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祂是弥撒亚的时候 基督会跟你说 你是我要把我的 Iglitia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把我的Elite 就是精英建造在这个宣告上 建造在什么宣告 就是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神的儿子 你这样宣告的时候 你已经进到一个群体 叫做什么 你已经要进到一个群体 叫精英的群体 这个精英的群体 我下个礼拜再说 你知道 这个精英的群体是 掌握着蜀联跟蜀士的能力 它的范围是掌控着蜀联跟蜀士的 两个很大的领域 你要不要胜过阴间的权柄 来我再讲 你真的很厉害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阴间的权柄到底有多厉害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就好了 有一对夫妇 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牧师 教你有一个群体 跟人生命 所以走去国小 离开家里 跑去国小 国小的里面都暗的 结果他进到国小教室 然后看到一个 很帅的一个年轻人 坐在那里一直跟他笑 他也觉得很怪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在那里笑 结果那个人就一直走过来 走过来 走到前面抱着他不见了 有没有恐怖 你会害怕 我这一座 我这好可怕 我这好可怕 他在那里 他马上打电话说 你没事 快点来干鬼 我那时候坐府前路 我从我家 去载那对夫妇 我开了一只哄打阿口 开到那个鬼妇的家的时候 总共是17分钟 因为他记得要赶鬼 所以那个时候开很快 到底多快我不知道 也许天使扶着车跑 好啦 鬼赶出去了 他醒过来了 我回家没事 这对夫妇回家 非常的惧怕 他怕那个鬼来找他 因为一步我给他逛 所以他们两个晚上都 把圣经放在这里睡觉 有没有可怕 故事没有结束 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才知道 印尖的权柄 那到底有多厉害 过了将近有几个月 他的太太在睡觉的时候 他先生回来了 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他觉得这不是他先生 味道不同 他觉得怪怪 完事之后 他睡着了 隔了不久 他先生又回来了 他先生又回来了 又来 又跟他讲要有一个亲密行为 他说你不是刚才来了吗 他说你跟谁 有没有恐怖 我告诉各位 怀孕了 比你想象中的有没有更恐怖 那个孩子 逗胎了 不是逗胎 流掉了 出来的时候是黑色的 我告诉各位 你走这条路 你如果不知道他有多恐怖 有多震撼 你要走这条路 有点难度 但是你不要怕 Iglia是什么 就是你要胜过什么 阴间的钱柄 跟我说一次 我要胜过什么 阴间的钱柄 再来 再来 天国的钥匙 有没有交给你 再来 地上手捆绑的天上要怎样 地上手 天上 地上手释放的天上要怎样 要释放 你身有钱柄的 你要跟神之间那关系 非常好的时候 钱柄就在你的手中 你知道 那对夫妇 发生之后 发生很多很悲惨的事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 开Benz 到最后 先生在拉边快 你知道 因为他们的内在的生命 跟这赶鬼那个生命是不配的 所以我在鼓励各位 我下个礼拜会讲说 这个阴间的钱柄到底 有多厉害 我今天晚上谈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 耶翰跟耶稣是不同的 你所承受的系列 承受的遗传 绝对不是耶翰的什么 遗传 所承受的遗传是什么 耶稣的遗传 再说一句 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 你带着人 每次洗的时候 要不要让他们充满 你要不要让每个人 都充满了权品跟能力 那所以这次我就在想说 在年底的时候我要训练 就是天国的精英 你要去什么 医病赶鬼 你要你们未来是 台南是医病赶鬼的精英 鬼看到你们就怎样 就出来跟你对抗 那你不要怕 我下个礼拜会讲到这种阴间的前面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没有想过征战会这么大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这种真实的 征战的当中 所以我们过的生活就比较浪漫 当你在做这种真实的 医病赶鬼的时候 很多现象都会出来 很多现象会出来 OK 请问各位这样 我今天晚上讲这些事 你有一些感受到过去的领受 跟今天晚上的领受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 你要不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很高 要 对 我们一直都活在耶和的当中 我们没有活在哪里 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你一定要分辨 这个礼拜 我遇到一个笑话 我遇到一个笑话 有时候 你不分辨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我接一个电话 你是林先生吗 我说是 你是哪里 我说是 我是苏林 地监主 你要说什么 你说你在这 你不说话 要说也说 说较好的 你就地监主 你说话要实在 你不可以 不用怕 你知道吗 你现在要说这个话 来你深深呼吸一下 我教你怎么说 你有听到吗 第一次要骗 会怕 不然就听到我的声音 会怕 我说不错 我说我教你怎么说 你这个我买的 我就是怎么骗人 他就快切掉 我跟你说 你有荣耀出生的时候 魔鬼跟撒旦跟你说话的时候 都会惧怕 我听到那 要骗人 我说很趣 真的很有趣 所以 要信念 操练自己怎样 深深呼吸一下 跟我说 我是有权柄的 我是有能力的 因为我是精英 我是时代的精英 就是现代的精英 Amen 他想一想你是精英吗 有个弟兄叫熊鹰 英雄的 英雄他把他倒过来 叫做熊鹰 我说为什么你叫熊鹰 他说他英雄做不起 所以做熊鹰 他说我也鼓励各位 你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一个精英 Amen 对 无论你过去如何 但是现在你要记得 耶稣如何 你就如何 OK 我们下个礼拜 有一个很好的操练 我要操练各位 再次领受圣灵的能力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下个礼拜 讲到 讲短一点 让各位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 你会发现到 你真的会 蛮有能力 可以依品感规 OK 让我们眼睛闭起来 我们闭起来 听众子妹 我希望你再次的呼求耶稣 呼求耶稣 当你呼求耶稣的时候 不只是得救 当你呼求耶稣的时候 其他的耶稣的生命会进到你的里面 哈利路亚 今天晚上想几个问题 你们发现我今天所说的问题 跟你以前所想的问题有很大的差距 原来耶稣所做的 原来耶稣所做的跟我们所想的有那么大的差距 原来过去的教会在做的跟耶稣所要做的有那么大的差距 今天晚上你认清了这种差距 我回到你的道路 我回到你的道路 哈利路亚 不断地更新变化自己回到你的里面 感谢耶稣 赞美耶稣 让祷告奉告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下个礼拜要再讲到阴间前病之后 我希望有一个时间可以操练各位 真的是有信心有能力 操练各位 化罪也给党 让软弱的变什么 贫穷的怎样 变富足这样 讲个笑话 我最近很欺钱 我就要祷告神啊给我钱 我就是这样子会跟神说 忽然之间接到一通一封信 说我的保险这个业 那是纳了二十年的保险 然后他这个业又发了一些利息 那个利息就发了七八万给我 我看到那一封信的时候 我信中在很高兴 你有没有的时候就看他 我忙意要等一块给你 软弱的时候看他 圣灵充满你就会很刚强 当走路没有力量的时候看着他 他就给你力量 然后你走路会有力量 每天都仰望他 专注着他 Amen 我们来奉献好不好 我们来奉献 我们一起来奉献 感谢观看 詞曲 李宗盛 我的孩子已立起我 轉身會想我 儘管如此我給的愛 從不會離開 因此我將付出所有 為的孩子起初的愛 讓我們會轉阿爸父 縱然曾經離開 他的心不更改 讓我們會轉阿爸父 縱然跌倒失敗 他的愛一直都在 我的孩子已立起我 轉身會想我 哪個心不更改 盡管如此我給的愛 從不會離開 因此我将付出所有 为的孩子起初的爱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跌倒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交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宣告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祝福 纵然跌倒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爱就是很久忍耐 爱让人设计不害 这是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回转阿爸父 当我们回转阿爸父 祝福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他的心不更改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祝福 纵然曾经离开 他的心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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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转阿爸父 祝福 纵然跌倒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纵然跌倒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宣告宣告 纵然跌倒失败 他的爱一直都在 天父祝福 我们的奉献 他的奉献 都是我们 爱你的生命所表达的一切 给你圣花这些金钱 成为国度的用途 也祝福我们有千百万倍的收入 让我们丰盛有余 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受所藏 一切奇妙大功 看见幸福 又听到隆隆黑声 你的大能 填满了宇宙中 我领个唱 赞美救出我身 你成为他 你成为他 我能为他 我领个唱 赞美救出我身 你成为他 我能为他 我领个唱 你成为他 我能为他 请愿拖他儿子 将是舍命 我几乎不灵魑 静太师家 甘愿被我的重担 留些奢向 为要赦免我罪 我领歌唱 安慰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安慰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安慰救出我身 点上帝的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之道永永远远 Amen Amen 让我们拍手的赞美神 我们敬拜就到这个时刻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 对 优优独播剧场